宝生日的完整视频来了 圣歇阿姨一大早 先是给寓意着爱宝的卡通生日蜡烛 粘在了园区的大蛋糕上面 之后又来到爱宝的房间 查看爱宝此时在干嘛 圣歇阿姨这拍摄角度 想必是从宋三岁那里学来的吧 不过如果要是没有圣歇阿姨的这个拍摄 这个视角的爱宝 想必只有姐妹俩 此时爱宝和姐妹俩都醒了 爱宝负责带娃 圣歇阿姨这里来到厨房 开始为爱宝准备她的生日礼物 和大蛋糕顺便 还给瑞宝惠宝的小车 雕刻了一个钥匙 圣歇阿姨打算给姐妹俩 把小车发动起来 让爱宝带着姐妹俩去东方 圣歇阿姨雕刻的这个钥匙 主持逼真 最后圣歇阿姨又给胡萝卜进行称动 因为就算是玩具 但它是可以吃的 所以也是要遵循宝家的营养食谱的 圣歇阿姨这里忙碌完 将爷爷这里 也给爱宝的大蛋糕收拾好了 圣歇阿姨的车钥匙 紧接着 将爷爷开始主持爱宝的生日仪式 将爷爷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爱宝的支持和喜欢 等将爷爷的客套话说完 爱宝便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园区 爱宝走进园区后 先是和往常一样 来到小亭子 打算吃自己的小零食 但爱宝爬到小亭子上时发现 小亭子上空空的 什么也没有 之后 爱宝一转头 发现了空地上的大蛋糕 爱宝走进后 一眼便看见了圣歇阿姨 用胡萝卜雕刻的车钥匙 爱宝毫不犹豫地将其拿起 然后放入嘴中 一口就吃掉 将爷爷这时走来园区 和依依们一样 高举手机记录着 这充满意义的一天 这时 爱宝的大蛋糕 还漂亮无比 但一会儿 瑞宝和辉宝来到园区后 爱宝的蛋糕 就瞬间变成了车祸现场 另外 瑞宝这是在展示 不过瑞宝这腿是真长 一会儿圣歇阿姨 来给爱宝补充竹子 调皮的瑞宝 想要追逐圣戏阿姨 爱宝这里 还没来的吉星上 瑞宝就直接踩在 爱宝的蛋糕上 转起了圈 给蛋糕上的鲜花 踩了个西岁 园区破坏王的头衔 在宝家 姐妹三个手上 相互传承着 福宝节约粮食的习惯 一直延续至今 一点也有力 今天奶爸 又给福宝的小零食 放到他的小竹篮里了 福宝走到竹篮的下方后 先是半蹲着起立 小手抓住小竹篮 然后灵活地站起身 紧接着 小脑袋和小手 一起放进里面 不断地在里面扒拉着 福宝轻松给竹筐里面的窝头拿出 福宝拿着窝头一口咬下 接着抬起头开始 仔细品尝窝头的美味 福宝回国吃的窝头 和福宝在韩国时的窝头是一样的 因为韩国的窝头配方 就是基地这边给的 所以福宝回国后吃窝头时 也是这般有食欲 福宝一边咬大块窝头的同时 还不忘低头肝是 要了在自己身上的窝头残渣 窝头让福宝吃出了海天盛宴的感觉 这让不少姨姨们都想体验一下 福宝吃的窝头究竟是什么味儿呢 不知道基地能够出的甜度 让姨姨们尝一尝 福宝吃窝头时 享受的都闭上眼睛了 馋得姨姨们直流口水 等手里窝头吃完后 福宝还意犹未尽 用舌头舔视着小嘴 紧接着又俯下深观察 有没有掉在地上的 福宝低头检查时 还真让福宝发现 福宝赶紧将其放进嘴巴里 将其吃掉 福宝这是在弘扬请柬节约的 中华传统美德 以后请关于节约粮食的广告语 勾印上福宝的照片 让福宝做形象大事 福宝享受完窝头后 又来到了小床上 这里有着奶爸给福宝放置的大竹笋 奶爸们为了让福宝吃起来方便 特意给福宝将竹笋切成了两半 但福宝感觉 直接抱着一整个肯定更过瘾 直到吃到最后 竹笋太小福宝 抓不住时 才给竹笋分开 福宝坐在小床上 吹着小风吃着竹笋好不舒服 吃完竹笋后 福宝起身寻找了一下 还有没有了 福宝找了半天没找到 直接回了家 园区里的竹笋福宝 是一口也没吃 福宝回国后 奶爸属食 是用竹笋给福宝宠坏了 因为现在 福宝有时单吃竹笋 就能吃饱 谁说瑞宝贵宝不乖的 今天盛气姨母来到园区 给爱宝放竹子时 姐妹俩捡死不要太乖 盛气姨母给姐妹俩带了小零食 姐妹俩不吵不闹的 瑞宝躺在小厅上 瑞宝 自己吃着自己的手中的小零食 不哭不闹 姐妹俩在盛气阿姨这里 总是乖的 跟平时不像是一只鱼 而在宋爷爷这里 瑞宝和辉宝 则有明确的不同 例如 瑞宝宋爷爷表示 他的胆子小 有些内向 做事小心谨慎 就跟自己一样 宋爷爷还表示 看到瑞宝时 还会让自己想起福宝 瑞宝 其实福宝是 而瑞宝 则被成为那只熊 宋爷爷表示 自己是第一次 遇到瑞宝这种性格的大熊猫 这句话 确实也没什么毛病 毕竟韩国一共就五只大熊猫 等宋爷爷有空 可以来中国交流学习 认识一下 更多不同性格的大熊猫 再回到瑞宝这里 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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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宝心想,谁让是自己亲生的呢? 而且,福宝小时候不仅爱吃奶,还在吃完妈妈奶后,抢妈妈的营养品。 这爱宝可忍不了,对着福宝就是两巴掌。 福宝也不甘示弱,学着妈妈的样子张大嘴巴。 而爷爷看着福宝这可爱的样子,经常容易心软,便也会给福宝进行投喂。 福宝小时候,这古灵精怪的样子,真是给妈妈和爷爷拿捏得死死的。 而在室外时,就更有趣了。 爱宝正在睡觉,而福宝为了吃奶,也是给自己累逗脚。 因为爱宝一翻身,福宝就吃不到了。 所以福宝必须跟着妈妈一起翻身,最后福宝吃上了奶。 福宝让妈妈吃上了自己的脚丫。 而福宝小时候喜欢吃奶,或许也是因为没有额外的盆盆奶吃。 所以,福宝每天不是在吃奶,就是在去吃奶的路上, 再加上福宝不拘小节的样子,吃着吃着,还会撅起屁股产青团。 将爷爷看到这画面都沉默了,但紧接着,将爷爷又夸赞起了福宝消化好。 福宝在爷爷眼里,不管怎么样,都是优点。 而瑞宝现在不仅可以吃爱宝的奶,爷爷们还会每天定点给瑞宝喂食喷喷奶。 不过基因是强大的,虽然有喷喷奶了,但味道是不一样的。 瑞宝完全遗传了福宝小时候对吃爱宝奶水的执着。 或许爱宝也感觉到了这一幕有些熟悉。 但是爱宝有了福宝的经验后,不再这般惯着瑞宝。 因为爱宝知道,瑞宝吃不饱,爷爷还会过来喂的。 所以瑞宝能不能吃上妈妈的奶全靠自己的本身。 将爷爷看瑞宝为了吃奶这卖力的样子,给瑞宝命名为吃奶团团长。 不过仪仪们表示这个称呼,福宝更合适。 因为福宝小时候体重都快200斤了,体格子都快追上妈妈了,还没有断奶,还要抱在妈妈怀里吃奶。 当然这时候,福宝已经可以,正常吃竹子冲击了,但福宝偏不。 除非瑞宝长大后超过福宝的战绩。 但到那时候,想必瑞宝灰宝会提前进行独立训练,毕竟现在是两只了。 爷爷们会心疼爱宝的身体,能不能扛住。 到看到爱宝奋不顾身地去救灰宝,宁愿让灰宝摔在其身上,也不想让灰宝受到危险。 我才明白,爱宝给瑞宝和灰宝的爱并不比当时给福宝的少。 而对于给姐妹俩喂奶,虽然姐妹俩在吃奶时很皮,但爱宝一直都没有嫌犯过。 随便姐妹俩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折腾来折腾去,爱宝也都不会嫌犯。 反而爱宝二胎后,看上去更稳重了。 而福宝小时候,爱宝由于第一次当妈妈,经验不足。 当看不惯福宝时,便会直接出手,母女俩谁也不惯福。 而福宝也不是轻易能被打倒的。 不过爷爷总是偏向福宝,会站在上帝角度给福宝实施爆点。 看到福宝挨揍时,还会干扰爱宝。 当爱宝累了时,福宝则继续去消耗妈妈。 就这样在爷爷和福宝的配合下,福宝在战斗中多了一丝胜利的机会。 而这样的结局就是,玩到最后,母女俩都玩不起了,回到家谁也不理谁。 有时,福宝主动向妈妈求和,但爱宝由于太累了,也不理福宝。 不过,作为早期独生子的福宝,妈妈不理自己,那只能自己无聊地待着。 不会像现在的瑞宝和辉宝一样,就算妈妈不理自己,姐妹俩还可以彼此陪伴玩耍。 好在福宝小时候,有爷爷的全程陪伴。 当爷爷看到福宝自己无聊时,就会主动陪伴福宝,陪福宝说话聊天。 给福宝提供着满满的情绪价值。 福宝,哎? 哎? 一包一包一包。 福宝一包一包。 有爷爷在,这使福宝的生活也不会那么无聊。 福宝小时候,可以看到爱宝基本上,无时无刻都会将福宝带在身边。 母女俩几乎形影不离,不管在室内园区还是室外园区。 当时爱宝第一次去室外园区时,便直接给福宝也带上了。 而现在瑞宝和辉宝,爱宝目前还没有,想给其带去室外园区的想法。 或许这也是这次为什么要生两个的原因。 这样,姐妹俩可以彼此作伴。 爱宝也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 不过对于瑞宝和辉宝,什么时候去室外园区,宋爷爷在最新一期节目中也做了回应。 表示过段时间,看天气,因为室内园区是恒温的,所以姐妹俩不会感到炎热的问题。 而去室外园区的话,就要为姐妹俩考虑一下气温变化。 大将外园区别的手。 冷静时,冷静时,冷静时,冷静时。